在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正中兼交下 NCC新任主委詹廷宜 从卸任主委14号手中接过硬姓 正式走马上任 詹廷宜曾任资策会科技法律研究所长 擅长产业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等法律事务 她表示自己责任重大 强调NCC虽然是独立机关 但未来会以最低外部沟通成本 推动数位汇流利法 所谓的独立是指在专业上的判断 不受到外界的干扰 可以来依照合一的精神 来作成决议 但是她绝对不是孤立 以这个最低的外部沟通的成本 同时又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 所以未来会流法制的推动 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措施 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回应到这个外界的需求 虽然任内提出会流无法 因为新就任交接 已由行政院撤回 但卸下重担的14号表示 今后仍将以国民的身份 继续关注台湾数位汇流的发展 我当时觉得很沉重 我刚才交给吴振伟 然后转交给张主委说 我发现他异常的轻盈 或许我换了位置 所以我连手感都不太一样了 因此我很愿意以一个中华民国国民 以及曾经是NC一份子的身份 跟各位做最属于一般国民的互动 詹庭仪则认为 台湾面对整体数位汇流环境变化 除了重视基础建设外 也必须聚焦内容与服务 他强调自己绝对能吃苦 希望所有同仁今后能一起努力 尽快回应外界的期待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尤祥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热炮ires 感谢观看